截止7月31日15时,西红柿首富的实时票房为11.8,即《我不是要神》更是强势突破30亿大关,而在沈腾和徐征的背后,都站着同样一位支持者,阿里巴巴营业,从卓妖妓二的战狼二,从唐人街探案二的《红海行动》,再到当下热影的西红柿首富和《我不是要神》,阿里营业可谓压爆成功。 511.8亿,刷新票房记录此前,战狼二上映5天,票房破10亿,成果卡电影破10亿最快记录,时隔一年,这一记录就被《我不是要神》超越,上映5天,票房超17亿,第4rd,西红柿首富以511.8亿超越战狼二,成为仅次于《我不是要神》,成为第二块破11的影片,出品方加发行方阿里巴巴, 成大赢家,作为西红柿首富的出品方之一,阿里营业同样是《要神》的出品方,同样的是,两部影片的发行方都是逃票票,丢至此,今下最热门的两部电影,都与阿里营业产生了强关联,阿里三部曲《向日狂吸金》,预计西红柿首富的票房不会低于21亿, 再加上《要神》的30亿,这就意味着,阿里营业投资的两部影片票房记录,保底达到50亿,无疑,阿里营业已成为当下最赚钱的影业公司,而作为幕后大佬,马云无疑是最大的赢家。 此外,阿里营业出品的《未来机器城》,也将于8月17日登陆各大影院,《要神跌落神坛》后首富上场,看完首富《未来机器城》,体验好莱坞大片,阿里营业的三部曲可微步步紧逼,Duf顺便问一句,你们觉得西红柿首富,呵,我不是要神哪不更好看? 延伸阅读,一、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